本节目由Whitecar视频原创之作 当下来年轻人购车的时候 不仅仅只会考虑到车的外观和内饰 更多的还是注重它的科技感是否强烈 作为新体全球化背景下生产出来的汽车 林克将互联网思维与传统汽车工业相融合 为都市年轻族群打造了新时代高端ACV 今天小编就带大家去了解一下 这款齐聚了欧洲的生产技术 欧洲的设计工艺林克林二汽车 感受一下科技变息 给汽车制造带来的不同 和许多德汽车一样 林克林二不是仅仅为了满足家庭用户所设计 互联技术在汽车上的完美运用 可以说是开启了汽车行业在互联网技术 创新领域的新篇章 风格特点更符合当前90后 乃至00后消费群体的形象感 其前脸被一个中网横关 连接着两个大灯非常有个性 目前市场上的车 大多中规中矩 轻易色的风格 林克林二则不然 大难使用了拼接色的设计 其他的增加了它的辨识度 非常符合现在年轻人的审美趋势 林克林二尾部车灯的设计也比较特殊 被誉为是能量晶体 可见有多么梦幻 另外跨界是六倍造型 一件巨轿车与ACV两种车型的特点 突出林克林二强烈的跨界概念 林克林二属于轻奏型ACV 身长4448毫米 宽1890毫米 高1528毫米 内饰风格与上一代相差不多 采用环方式的设计 以便于驾驶员的操作 车上配备了三幅式多功能方向盘 叶星一表盘 多媒体触控平等设置 车内的许多设施都被软质材料包裹 摸上去非常舒适 内饰的做工也是非常精致 丝毫看不出这是一款只有十几万的车 林克林二包括1.5T与2.0T两款车型 其中2.0T四驱车型 会配备7速绅士双离合变速箱 对此你们怎么看呢 感谢观看